电子巨头Sony周一宣布收购游戏开发商绷击 高价娃速敌微软强角在游戏产业投下震撼弹 绷击来头可不小 他曾被微软以3000万美元收购 尽管2007年分拆 这门涉及游戏天命就是和电玩巨头动势暴雪合作开发 我认识你所做的事是帮助 Bungie曾经在前提到想要进入电影和电视 而Bungie先前制作的游戏最后一战更为Xbox游戏主机打下基础 至今创造1600多亿台币营收 而Sony大动作够病为之庄 微软先前财砸两兆台币 现金收购动势暴雪 他曾打造魔兽世界等超高人气游戏 有他加持 微软渴望成为仅次腾讯和Sony 全球营收第三高的游戏公司 微软和Sony较劲 就是看卷元宇宙商机 随着元宇宙时代来临 游戏市场在诟病融资热潮下 今年规模将扩及1500亿美元 各大平台立拼主宰地位 抢先卡位 TVBS新闻综合报道